吴正驾驶酿悲剧 人当时就是躺在地下边 头出头不出血 59万元的赔偿款一分未给 等到一年二年三年 离婚不离家 是转移财产还是感情破裂 检察官穷追不舍 十年后还他公道 存在一个规避之心的行为 迟到的赔偿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0年10月份 江苏省张家岗市人民检察院收到了一份监督执行申请书 申请人是江苏省冠云县的一名妇女和她的三个孩子 申请书里那名妇女说 她的丈夫在八年前被人撞死了 法院判决赵世芳要赔偿59万多元钱 可至今他们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希望检察官帮帮他们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不仅可以对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实施监督 还可以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监督 如果前面那名妇女申请书里提到的内容属实 为什么拿着生效判决书一分钱赔偿款没有拿到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为了了解事情的原委 检察官去了一趟冠云县 在一个小镇里找到了给他们提交监督执行申请书的那名妇女 她叫葛广荣 今年56岁 她和丈夫是20多年前结婚的 婚后养育了三个孩子 我当家三个小孩 收饭给他们吃 给他读书 他在外面打工 葛广荣和丈夫都是农村出来的 两人结婚后 丈夫在外面打工 他在老家带孩子 生活过得平静而幸福 可平静在2012年10月12日这一天被打破了 我们三个人来 我们下班了嘛 下班回来 我们就在前面 他就在后面 我们跟他有安善生病嘛 都晚上 晚上七八点钟 七八点钟回来 当时葛广荣的丈夫在张家港是一家工厂打工 初时那天傍晚七点多 丈夫和两个同伴沿着马路往出租屋走 当时天色已晚 马路上又没有路灯 光线不好 两个同伴说 葛广荣丈夫具体是怎么出事的 他们并没有看到 只知道撞到葛广荣丈夫的是一辆摩托车 当时摩托车司机也受了伤 蹲在路边 葛广荣丈夫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生死未捕 此时葛广荣还在老家 得知消息后 何家人租了一辆车 连夜赶到了张家港 但是中人是不懂 一句话没讲 没有话 不能讲话 你去见了人的吗 会不是不行 但是愿 丈夫在重症病房里抢救了七天七夜 奇迹没有发生 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去世了 法医鉴定 葛广荣的丈夫是因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的 这对葛广荣来说是天塌了 出世那年 葛广荣两个双胞胎女儿才十八岁 读高三 即将高考 小儿子才十岁 读小学四年级 丈夫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丈夫一走 经济来源就断了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一直在家带孩子 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葛广荣不知所措 他不是生病时的 生病时的 对吧 即刻是突然走的了 忽然走的了 我只接受不了 我是恨是恨他家沈小良 对不对啊 我好好的一家 他给我家幸福的打破了 当晚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责任在谁 据警方调查 肇事的摩托车驾驶员名叫沈小良 张家岗本地人 这次采访 记者见到了他 就说又黑 明明就没人的 他想跟他肯定想过马路回去 就这么巧 那你等我车都过去了 你不能再走 他突然出来了 他就踩出来了 你防不是防弹 沈小良说 事发地段当天光线不好 他骑着摩托车沿着马路往前行驶 突然发现前面五六米远 有一个人影 就想刹车避让 结果离得太近了 避让不及 直接撞了上去 只往后倒的 后面说到底 后面偷开过 最终交警认定 沈小良在非机动车道盲目行驶 遇情况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并且他的摩托车没有年减 属于违规上路 应对阁广荣丈夫死亡 承担全部责任 出事后 沈小良主动投案自首 随后被起诉到了法院 法院最终认定 沈小良无视交通法规 违章驾驶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致一人死亡 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判处了他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并要赔偿阁广荣和三个孩子 59万多元钱 十多年前的59万多元 对家住小镇 无经济来源的 阁广荣一家来说 不是个小数目 要是赔偿能够到位 对抚平这一家人的伤痛 和解脱困境 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没有获得 一分钱的赔偿款呢 他们调解说 是你可事实下调解 调解了 一个给五万块钱 谁接受啊 五万块钱 啊 跟我们说 一是两下协条 协条一天提 给五万块钱 葛广荣回忆 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沈家人找他们协商 说愿意赔偿五万元钱 他们当然不能接受 协商不成 葛广荣就寄希望于法院 法院判决下来后 要求对方赔偿59万多元 可对方一直不给钱 他们就向法院提出了 强制执行申请 我们主要是依靠法律 依靠法院来 跟我们来强制执行 靠我们这边路远 来千里迢迢 去找他们呀 什么 这个比较难 葛广荣的老家 离丈夫出事的 张家岗是有300多公里路 现实条件 不允许他们时常往法院跑 他们就根据法院的要求 提供了申请 强制执行的各种材料 一段时间后 2013年8月 法院却将执行终结了 法院为什么会终结执行 我们曾和法院联系过 他们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要求 法院裁定书显示 之所以终结执行 是因为通过积极查找 没有发现赵氏司机 沈孝良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而葛广荣等人 又不能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 执行不下去了 只能终结 本以为可以获得一些赔偿 给生活还口气 现在执行终结了 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有拿到 什么都指望不上了 葛广荣值得自己想办法 这正宴活是吧 正宴活 三十五十的 股东买这钱 当年四十多岁的葛广荣 一直在家里带孩子 没有什么文化和技能 只能靠借一些灵活赚一点钱 而这远远不够 他和三个孩子的日常开支 举债度日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那段日子有多难 只有葛广荣知道 他不愿意过多回忆 所幸的是 孩子都很争气 父亲出世后不久 两个女儿都陆续考上了大学 并顺利完成了学业 自己想喜欢的什么东西 都不敢开口 都知道家里这个情况 比如看到那个什么好看的 什么娃娃 或者那些什么首饰 那些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不敢 就是知道 就根本开口都不开口 女儿知道家里困难 为了给家里减轻压力 两个女儿都是边上学 边打零工 吃尽了苦头 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 都找到了工作 一家人的生活 才慢慢的缓了过来 生活好了起来 可丈夫突遭恨祸 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有拿到 这成了葛广荣 他们心中的一道坎 多年来 他们一直在追问 肇事者沈孝良 为什么不支付赔偿款 法院为什么会终结执行 就我觉得 多多少少有良心 都会想办法补偿一点的 对不对 不能说自己有多惨 就不负这个责任了 那如果都像他这样 那人家就都不赔钱了 呗 吴义中 葛广荣和家人听说 检察院可以对法院的 民事执行行为进行监督 他们就通过律师 给张家岗市人民检察院 写了一封监督执行申请书 很快 他们收到回复 检察官接手了这件事 申请人提出来 沈孝良出生于张家岗市的农村 早年在家务农 后来村里的地被政府征收了 他就去工厂打工 可在一次工作中 手掌被机器碾压了 成了残疾 那现在你这个手是不能做事 对啊 捏不拢的是吧 活不拢的是吧 没劲的 不能捏 你的船套捏不了是吧 都硬的是吧 沈孝良说 手不残疾后 车间的事情做不了 他只能找些门卫保安的工作 收入一直不高 他妻子是外地人 也没有固定工作 孩子当年还小 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宽裕 我不会做推出的 我不会推出的 我肯定是赔的 家里什么事状况 我老子又小 我老婆上来 我就拿钱 那些钱 那些工资很低的 沈孝良说 将葛广荣丈夫撞死后 他感到愧疚 想赔偿 可他家确实困难 赔不起 为了调查沈孝良经济状况 检察官去银行 调取了他名下的 全部银行账户 就通过那系统 一调就可以调出来 他在所有银行的 那个银行的存款情况 然后一查他是名下 确实银行里 没有任何的存款 从银行账户流水来看 沈孝良确实没有什么钱 不过检察官了解到 事故发生时 沈孝良作为本地人 在老家还有一幢老宅 农村村民的村民的房子 在街地房子的话 只能本村村民之间 就是进行一个交易 他不能上市拍卖的 不能进行市场流通的 农村的房屋大多 没有不动产权证 交易也受限制 很难变现 一番调查下来 检察官得出结论 当年沈孝良名下 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当年裁定 终结执行没有问题 沈孝良妻儿名下 有两套房 拆迁补偿款 还有15万元 假离婚 真逃债 是非难变 包括到现在 都一直在生活在一起 迟到的赔偿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根据当年的法律 即使执行终结了 只要有新的财产线索 执行是可以恢复的 现在葛广荣提出了 监督执行申请 会不会有新的财产线索呢 检察官决定 再深入了解一下 然后发现他就是 之前就是 曾经在两家公司 就是工作过 有为他缴纳社保的记录 而且就是 我们查询的那个时间段 他还在一家待会工作 事故发生后 沈孝良先是坐了一年多的牢 出狱后 断断续续在两家公司干过 砸工 他的工资高吗 工资收入 不高的了 大概一个月几千块钱 三千多块钱一个月 每个月有三千多元的收入 考虑到吃饭日常花销 他的积蓄应该不会有多少 积蓄不多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有没有固定财产呢 检察官来到了房产登记部门 沈孝良有没有 沈孝良名下是没有的 沈孝良名下没有的 房产登记系统显示 沈孝良名下仍然是没有任何房产登记记录 然后呢 我就是就是联想到他因为会不会登记在自己老婆名下 或者儿子子女的名下 检察官认为为了逃避债务 沈孝良有可能会将财产转移 为此对他亲儿名下的房产情况进行查询 结果有了发现 就是查到他 沈孝良 他的户籍地 他就是身份证上的地址 那套房子是登记在他儿子名下的 对 登记在他儿子名下的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房子的来源 房产部门的登记显示 沈孝良儿子名下 有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 这套房子沈儿子自己买的 还是另有来源呢 这是这个沈孝良 他们家是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大概就是这边这样东西方向的一块 他们家就是现在应该是拆迁到哪里去了 分配到哪里 应该是 当时分配有好几个小 检察官打听到 在法院终结执行后 2019年左右 沈孝良的村子拆迁了 他的老宅也拆了 按理来说 他应该获得补偿 可为什么他名下没有房产 儿子却有 你看一下沈孝良 有没有拆迁房 有没有拆迁过房子 有的 定了一大一小 两套房子 就能从头开始 拆迁部门的资料显示 沈孝良的老宅被拆迁后 政府补偿给了他两套房子 其中一套房子 就是他儿子名下这一套 130多平方米的房子 另外还有一套小房子 60多平方米 通过查询 发现登记在 他妻子名下 为什么会登记到 他儿子和那个 因为当时拆迁是 以沈孝良的名义拆迁的 按照正常的话 应该是沈孝良的名义 领的房产证了 那为什么会登记 他儿子和妻子名下呢 检察官的疑问 很快有了答案 原来2019年年底 沈孝良与妻子 办理了离婚手续 将两套房子 一套给了儿子 一套给了前妻 自己名下 一套也没有 不光房子 拆迁时 他家还获得 15万元的补偿款 沈孝良同样一分没留 全部给了儿子 自己就是 啥都没有就是 自己分我没有 拿到任何的财猜 就是离婚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 他这个是 存在一个 规避自信的行为 但离婚了以后 我们也经了解 把公安官员也 正常发现 他虽然离婚了 但是他离婚了 其实还是一直 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们 现在 包括到现在 都一直在生活在一起 沈孝良 前妻和儿子的笔录都承认 离婚后 他们一家人还住在一起 检察官认为 沈孝良 在明知有赔偿债务的情况下 不主动履行 反而将两套房子 和15万元钱 全部给了前妻与儿子 很可能是以离婚的名义 转移财产 可沈孝良并不承认 沈孝良说 他离婚是真的 之所以一家人还住在一起 是因为他没有地方住 儿子又需要母亲的照顾 而将两套房子和15万元钱 全部给了妻儿 不是为了逃债 是另有考虑 沈孝良说 之所以将房子和钱 都给了儿子与前妻 一是觉得亏欠前妻 二是自己对儿子有抚养义务 沈孝良的儿子 今年已经29岁了 参加了工作 但是我觉得人做错的事 就得付出代价 对不对 他们家庭条件不好 我们家也更不好 我们家是失去了一个人 他们虽然是有残奸 或者说什么生活都不好 可是最起码他们家 一家三口都在嘛 我们家少了个人 我们家的家庭就不美满了 不幸福了 沈孝良再次被判刑一年 你不赔钱 他就判他们一同 葛广荣申请恢复强制执行 因为这个撤销权的派决 已经生效了嘛 拖欠了十年的赔偿款 终于到位 迟到的赔偿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 请到的嘉宾是 中国政法大学的 习志国教授 您好 习教授 沈孝良作为肇事者 和被执行人 其实他是背负着 59万多元的赔偿义务的 但是没有履行 而在拆迁获得了 两套商品房之后 他将这两套房子 给了自己的妻儿 所以从法律的角度 您怎么看他的行为 他拆迁这两套房屋 应该说是他们的 夫妻的共同财产 应该属于 那么这个里边应该有 他自己的一部分的 财产份额 也有他的旗子的 一部分的财产份额 那么这个时候 他已经负担有 损害赔偿的义务 然后把财产 勿超的转移 给他的离轰的妻儿 自己没有保留任何份额 导致他无法履行 他的赔偿义务 那么这个在我们 民法里边 它符合了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它可能构成了 民法典146条 现在的民法典的通谋 虚伪表示 那么可能就没有真正的 转移财产的这个意思 但是为了逃避债务 然后实施了虚假的 正义行为等 这个时候 这个行为 根据民法典146条是无效的 那么同时呢 他也可能符合 民法典154条规定的 恶意串通 就是这个行为人和第三人 恶意串通 损害第三人利益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也属于一个无效的行为 也就是说 他转移财产 给他的妻子和儿子的 这种行为呢 根据这两条的规定 可能是无效的 那么不过 这两条的规定呢 需要他和他的什么呀 配偶 或者他的这个成年的孩子 之间要有一个这个什么呀 意思表示 但这个意思表示是虚假的 甚至是合谋的 但是呢 如果啊 他的这个 转移财产的意思是真实的 只是这个什么呀 损害了这个债权人 也就是我们这里边的 被害人的这个利益的 这个又符合了我们 民法典538条 债权人可以行事撤销权 如果债权人撤销以后呢 他这个行为也是归于无效的 就总而言之呢 他的这个行为呢 实际上是损害到了 我们的这个被害人 也就是这个 损害配偶 请求确认的 这个合法的权利 沈孝良 他之前的确是 没有这种执行能力的 所以执行终结了 但是我们看 最后拆迁 他有两套商品房 还有15万的补偿款 拆迁补偿款 那这里边就可以 把它认定为 是新的财产线索了 如果葛广荣 想重新申请的话 申请执行 那这个法律的程序 应该怎么去走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 司法解释的 这个相关规定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已经终结了 本次执行的这个 程序 但是如果我们执行申请人 发现了有新的财产线索 随时可以提出申请 这个恢复执行 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 这个什么 申请执行人 重新提出这个执行申请 并且提供相应的 这个财产线索 也就是说人民法院 只有这个收到了这个申请 并且有相关财产线索的时候 就会恢复相应的 这个执行程序 并且这个时候 是不受这个 执行的失效的限制 也就是说 随时发现 我都可以提醒 而在本案里边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财产 实际上已经转移给他的 这个离婚的配偶 以及他的孩子 那这属于新的财产线索 但是这个可能要通过 一个再次的诉讼 来确认前面的 这个什么呀 离婚行为 分割财产的行为 转移财产行为的无效 或者是提起撤销的诉讼 然后由人民法院 撤销它 是这个财产恢复到的 这个被执行人的 这个免疫之下 那么这个执行 机关才能够进行什么呀 相应的这个执行行为 现在有了新的财产线索 检察官希望沈孝良 能够拿出诚意 积极履行 法定的赔偿义务 但是沈孝良的态度 却仍然是消极 他说那我把这个15万拿出来 他当时的培行义务呢 应该是还有59万多 那你这个15万就明显少的 沈孝良表示 两套房子已经给了妻儿 要不回来了 现在最多只能将15万的 拆迁款拿出来 赔偿给葛广荣他们 多轮协调 沈孝良仍然只同意赔偿15万元 这与59万元的赔偿义务相距太大 这样的态度 再加上之前的种种行为 检察官认为 他已经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为此将案件移交给了警方 2021年12月 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沈孝良又被法院判处了 有期徒刑一年 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 因为已经登记到他儿子 和他前妻的名下了 法院不能直接对这个房财进行执行 相当于这个房财的所有权人 不是沈孝良了 按照规定 你就是不是登记的 不是你就不是你的财材 也不能直接去执行 一定要通过一个撤销权的诉讼 沈孝良受到刑事处罚后 张家岗市人民检察院支持 葛广荣他们 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认为沈孝良以逃避债务为目的 恶意减少自己的责任财产 违反法律规定 转移财产的行为应当被撤销 2022年7月 法院撤销了沈孝良 与前妻离婚协议里的财产约定 将两套房子和15万元的拆迁款 恢复到沈孝良名下 随即 葛广荣他们向法院提出了 恢复强制执行的申请 法院恢复执行之后 就是因为这个撤销权的派决 已经生效了 生效之后 相当于这个财材 已经是 你转移财材的行为是无效的 所以法院就是可以执行这个房子了 此时沈孝良如还不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法院就可以对他名下的两套房子进行拍卖 不得已 沈孝良妥协了 一年回来以后呢 怎么说呢 两个事 但是你如果说你不赔钱 他就派满一房子 就两个 两个选择 最终 沈孝良同意将赔偿款提高到52万元 权衡再三后 葛广荣他们接受了52万元这个赔偿数额 双方达成了协议 十年的等待 在检察官的努力下 这笔赔偿款终于完成了支付 还了葛广荣和三个孩子一个公道 民事检察监督归根到底 是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坚守与维护 这起案件的主办检察官曾对记者说 检察官除了要对法律负责 还要用真情真心去办好每个案件 对待每一个当事人 从他们的角度出发 设身处地的来考虑他们的实际困难 正是这样的执法理念 才使得这笔拖了十年的赔偿款 执行到位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介绍说法 也感谢西教授 走开了 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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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